大家好,欢迎回到广东话军事频道NHK的节目,军武器烟 我们的节目主持人是Larry 今天想讲讲俄罗斯 有一部差一点点的飞机系列 我们今天想讲米格1.44 其实米格1.44的位置有点读错 因为那时候的1应该是I 所以应该是米格I.44 但算了,这个口误大家都经常说 我倒不如说回1.44 大家就更容易明白,不要紧了,有它了 说到米格1.44 其实这部战机当时可以说 开发对应美国第五代战机 ATF项目 Advanced Technical Fighter 高级战术战斗机计划 因为美国就催生了F22 但苏联当时都要去react 所以他们就看到对面在做 整架F22出来 苏联这边就要有个计划去做 有两个计划 一个叫PEGFA PEGFA慢慢做了一个Soul 57 原本就叫做T50 如果大家有印象 T50就叫做Soul 57 后来具体做制造量产 准备启动量产的情况 另一部对应就是米格1.44 这个战斗机的情况 其实最初的时候 这个米格1.44 又被寄予厚望 因为它基本上设计 准备仿造F22的状况 米格1.44和Soul 57 原本的PEGFA计划 分别是PEGFA计划 是想做到隐形和机动性 都能够结合 意思是不可以抛弃机动性 一定要保持苏联 苏式战机那种灵活轻巧 和前斗功能非常强的飞机 但似乎米格1.44未必是这样做 它是想隐形性能会好些 但当然也不可以太笨重 都要有一定的可操纵性 但似乎两样的结合来说 你见到很多时候都很难 这件事情 大家看到 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 它在某程度上 都要抛弃少少 它的可操纵性 另外我们来说 米格1.44 究竟它的做法是怎样 第一个就是 它们需要在它们的机身 的科学材料 需要考虑 尤其是它们的机翼结构 要减轻重量 这也是新一代战机的考量之一 另外需要放一些RAM 即是雷达吸波涂鸟 我相信对苏联的考验很大 中国当然全民中得到F117野鹰的隐形涂鸟 的啟发 再加上它们自身工业的发展 配备了新一代 千二零这种隐形涂鸟 的情况 美国当然隐形涂鸟的状况 不断地改善 第一个情况 它需要研发自己的雷达吸波涂鸟 第二个情况 就是需要把雷达很容易detect到你的Hotspot 消去 好几个地方我们今天都会讨论 其中一个就是本身你的气动外形 而气动外形 最重要就是 你要把你越少的反射面积 即能反射到雷达就越好 其中一个就是雷达吸波涂鸟 帮你吸感了些 但也会有反射的情况 所以一定要严格控制飞机外形的设计 其中一个就是你基翼的边缘位置 切口要做得非常干净利落 我们看到多时 它们的位置尽量避免触及一些很硬很直的线条 因为这些是反射最常见的情况 即是反到硬一硬 隐形战机的位置 经过特别处理的边缘位 会比较圆一点 不太容易反弹到雷达波的原本的地方 另外大家也看到 通常隐形战机的设计 那些位置必然是对齐的 即是你发觉那些位置是避免 即是被你在一些死角运动 捉到一些雷达机翼的位置 所以切口通常是会对前翼和后翼的情况 另外当然引擎的进气度 其实也有关 因为这和红外隐形和雷达 即是要进入了这些反射的时候 又会很容易撞到引擎 然后反射回雷达 又是一个很大的位置 暴露了这个位置 维界1.44的进气度 计则不是直上直普 也不是普通像L形的那种绝弯 它是一种S形的进气度 所以计则是有机会抵消到 可能里面塗一些急波涂料 这样可以消除反汇信号 所以维界1.44 你又不能说它没有做到少少隐形的处理 但当然最终它不是一个很成功的隐形的情况 其中一个我相信为人救病 就是那对前置鸭翼 这个当然看来不太开胃 因为很多人经常说 这些前置鸭翼对隐形设计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主要我们说鸭翼就是架势 将后面那对小翼 主要是辅助控制和升力的情况 但本身我们说过 凡凡机有表面积的地方 其实有机会反射雷达信号 所以越小越好 你自己又加多了两只鸭翼上去 鸭翼当然主要动作就是 有它在这里 就是说它一定要动作 鸭翼要动作 其实你就会增加反射面积 所以这个一定会麻烦 尤其是飞机如果要升高降低 鸭翼一定会动作 这个时候反射雷达信号 会非常明显 还有大家没有发觉 它的鸭翼和主翼不同高度 如果和高度好些 和高度都叫做前面可以盖到后面 所以也盖不到 因为后面的翼大些 但你这样的上限 又是增加了反射的面积 你看到F22就不同 F22就说它的主翼后面 可以盖住 它后面的尾翼 全部都盖住 所以大家就看到 这个设计来说 美国它考量 雷达反射的值 要降到最低 美国它就可以做得到这件事情 这些位置是挺麻烦的 而且很搞笑 米格1.44 你看到它基翼下面有挂架 你又不明白为什么 隐形战机要放挂架 因为你的意思是 外面就挂武器 这个在F30都有 你可以做野兽模式 野兽模式有挂架 你平时没有挂架 可以收起它 就拆过出来 是一个平滑的表面 你不会增加雷达反射的战面积 你一弄挂架出来 想怎样呢 故意增大雷达反射的战面积 这件事是不能够理解的 挂架很好用 你可以挂油箱 挂武器 但你会减低隐形性能 所以这是一个不能够理解的状况 除此之外 当然有更多其他搞笑 其中一个就是它的座仓 你发觉机师的座仓 你发觉它的设计 又不是一个现在常见的设计 突出的情况 很容易被检测到的情况 所以就不是一个十分之好的状况 而且座仓明显没有经过 特别图幕的加持 变成没有了那种金属道幕 座仓如果雷达波可以彈进去 彈来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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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出雷达波 讯号实际太强了 似乎这部飞机没有处理过散热 雷达波、肺气等问题 雷外特征又十分明显 还有,米价1.44似乎没有做一个 机身和机翼融合的设计 变了有很多纳裙 这也是俄罗斯常见的 它们的罕接是差的 这些纳裙的位置 对于反射雷达的问题 又很严重 这也是引用性能的麻烦 甚至我们说到进气度的形状 也有关系 形状是正方形 这个是最差的 假设你所见的位置 不在这麽硬的边 以往会弄到矩形 或者是比较圆润 不容易反射雷达的信号 所以从此种种 你都见到 米价1.44似乎 可能某程度上 它的雷达反射面积 比SO57更加差 SO57的外形上 你反而觉得 它是比较靠近F22那种 而且你见到 它的边缘位置是平衡的 又减少了表面积反射的情况 但是可能相对来说 它的进气度可能 米价1.44可能好一点 但整体来说 你见到 PEGVA最后弹出也有个原因 还有 米价1.44 事实 它首飞的时间太迟了 差不多到2000年 才开始尽量首飞 所以缓不制急 苏联也倒下了 也没必要 所以 这时PEGVA就逃出 所以 最后 看到SO57的计划 成功 而这个计划 就无可避免 进入了失败的境地 所以 这一步 即当时 雄心壮志 要追击F22的米价1.44 最后 成为了今天 差一点点飞机的主角 好 这就是我们 今天的差一点点飞机 这个系列的情况 如果大家有什么飞机系列 你想说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会找回资料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有三个渠道可以课金 大家支持 银行 Payme 和转数快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多多益事少少无拘 另外广告可以尽量看 小广告可以尽量看 长广告大概30秒以上都可以 真的要多谢大家支持 另外我们有个PATREM会员频道 30多元价钱 不用40元 请我们喝杯咖啡 一个月 我们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资料 收集结果 多谢大家 好 我们在其他节目 再和大家再见 我是李主持Laria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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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